什么都撞得下 防水防磨的小米休闲包 哈喽大家好,我是真兵燕 看过我开箱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第一个开箱影片就是防盗包 那我这个防盗包已经用了很久 像我这样粗鲁的人都还可以用到现在还没有坏 真的很不错 防盗包有防盗包的好 但是有时候我一个人去旅行或者是走街 我只需要在里面放一个水瓶或者是powerbank 我觉得我不需要到那么大个包包 所以呢,这一次我就购买了新的包包 就是这个 登登 小米休闲 诶,我忘记名字了 小米多功能都市休闲胸包 那它其实是有两个原色的选择 这样我就买了这个灰色的 那它的大小呢是175x80x320mm 它外面这里呢其实是有一个暗格的隐藏式的这个拉链 诶,这里其实呢还是可以藏东西的 你就可以放你的耳机啊,或者是你的护照啊,或者是Pen Drive等等 那现在讲它里面哦,那它里面呢一样也是这个亮灰色的这个设计 然后呢里面总共有四个内层 第一层呢这里有拉链,所以呢可以防止东西掉出来 然后这是第二层,这是第三层,还有中间这一层就是第四层 所以呢总共加上外面这一层的话,它就总共有五层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包包 因为呢它其实这个尺寸跟这个Airford纸差不多一样大 所以呢它可以放这个文件呢在里面 而且呢它也刚刚好可以放上这个平板电脑 那到底这个包包可以装多少样东西呢 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那我最外面这一层呢,我就放了我的这个手机线 这是给我充电用的 然后呢里面呢还放了一个耳机 就是我想要听歌的时候呢就可以拿来用 在里面呢还有一个powerbank 然后呢我里面就放了这个powerbank在里面 所以呢我手机没电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拿来冲 在里面的话呢打开 我里面呢还可以放一个小雨伞 然后呢一个水瓶 蛮大支的水瓶 然后呢自拍棍 然后呢当然还有这个小米的这个迷你相机 然后呢再来还有就是我的recorder 就是我想要录歌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就会随身拿出来用的 然后呢当然还有这个 这个翻版的iPad 这个平板电脑 所以大家不要看它很小的样子 其实生活的必需品呢都可以装在里面 第二就是它的这个肩带设计 那虽然这个包包没有防盗功能 但是因为有这个肩带的关系 所以呢我可以背在前面 或者是背在后面 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给人家透东西的话 那你就背在前面就好啦 第三 防水防磨 那相信这个我不用多讲 因为马来西亚呢常下雨 那如果有这个防水包包的话呢 就可以保护我们书包里面的东西 而且像我这样粗毒的人 如果没有一个防水又防磨的这个产品 怎么可以用到更持久呢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它的防水测试 那我把这个Dissue呢 整卷放进去 然后呢我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防水功能 好我现在呢开水 这个忘记拉拉链 好我现在打开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防水功能 大家看看 这个纸巾真的完全没有湿到 所以呢它真的有这个防水功能了不错不错 那这次这个包包呢 是在gearbest.com购买的 那gearbest.com呢主要是 售卖这个男性产品啊 电子产品还有使用的产品比较多 而且我喜欢这个网站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这个产品介绍比较详细 不像有时候我们去一些购物网站 它除了那个产品的照片还有名字 然后你点开那个description的时候 它是空空的 甚至连图片啊介绍 就是内层啊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网站都很详细 而且最重要就是 它大部分的这个产品呢都有开箱影片 重点是 它虽然是一个外国的网站 但是呢它支持马来西亚的这个网银 所以呢你不需要申请这个paypal 或者是credit card 你只需要有这个online bank 你都可以用你的这个网络 转账的方式 付款的方式来购买的 每次的开箱评测呢都一定会有人问我 到底哪里买啊价格多少 这样子呢我就会把这个购买的网址呢 放在这个description里面有兴趣的人呢就可以点进去看看 那我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也有产品想要我为你开箱的话 就可以到FB来联系我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